中午的时候我借了六个单子 有两个单子是千寻家的 他是出不了餐 出不了餐后来我打电话给平台 我人在那时候打电话给平台 平台说他管不了 反正他意思就是你借了你这人倒霉 然后我说我上包异常了对吧 这个单实在是做不出来 我把其他单子七个四个送好了 送好了我回来了 这个单子已经超死了 已经超死了我就送不了了 杭州重贤上益广场这里 有一家千寻家日式蛋包饭 胡师傅介绍 8号中午11点46分 他抢到了两单 都是点了这家店的外卖 12点他就到店里了 但店家根本来不及做这两单 他立刻把情况反映给了 美团骑手客服 说不了他让我取消 我取消也是扣三笋 还要去培训 我说那我怎么能取消 我取消不了 然后后来是平台取消了 然后把我的三笋全扣了 扣了多少 全扣了 全扣了多少 70块钱 就是这两单的钱 对 都算在我头上 胡师傅当时抢到的这两单外卖 加起来一共是66.12元 系统信息显示 8号下午1点24分 商家取消了订单 取消原因是商家同意退款 平台异常上报记录显示 胡师傅当时反映 商家出餐慢 而且审核通过了 胡师傅不明白的是 平台仍然判定他取消配送违规 扣了66.12元 相当于这两单因为店家来不及做给客户退款了 胡师傅觉得挺冤枉 自己明明没有责任 为何平台要把这两单的钱当成参损 算在自己头上呢 我知道 你是升级了 他说你们那边在补我50% 我觉得这个我没有任何责任 您产生这个三次罚单 然后您自己没法申诉 然后我们是客户 把您升级处理到那个 有这个呈现的那个专员那边去 然后至于他怎么给您处理 因为我们没这个呈现 只能看他到底怎么处理 此前胡师傅申诉后 专员给出的处理是少扣50% 但胡师傅还是认为不合理 记者把情况反映给了美团公关部 一小时后对方回复称 已经把扣款全部转给了胡师傅 188黄剑记者报道